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我狼的频道 这次我们来到了梅州丰顺县的汤坑 这次的丰顺小旅行行程非常专注 那就是一个字 吃 相信丰顺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特别小众的地方 甚至对于很多广东的朋友来讲 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出行目的地 刚好有朋友的老家在丰顺 之前就去过几次 让我早早地认识了这个宝藏县城 它的温泉的历史呢 原来可以追溯到在清朝的年间 特别是晚上的那种集市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这次跟着朋友回他的老家 也顺便带大家快闪打卡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呢会奇怪 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客家地区 会吃这个潮汕的牛肉粉 还有这个潮汕的这个腌牛肉 但其实呢 在丰顺 尤其是在汤坑这一块呢 它是跟潮汕地区接壤的一个客家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呢 保留了很多潮汕的饮食文化 所以在整个丰顺汤坑这里呢 我们也会吃到很多 跟潮汕有关的一些美食 丰顺 说的是广东梅州市的丰顺县 在广东的东部 梅州的南部 素有梅州南大门 潮汕后花园之称 也是古代潮州八亿之一 那汤坑非常鲜甜 然后呢可以喝得出带有非常浓的中草药的味道 所以它放了一点药材在里面去熬这个牛肉汤 空口试一下这个牛肉 看非常粉嫩的一个感觉 创烫到刚刚好的一个程度 它不会夹成 但是呢也会带有一些粉嫩的感觉 嗯 它很爽口的牛肉 它带有一点点的筋在里面 好再试一下 配上最地道的这个沙沙酱 我觉得潮汕的饮食 真的离不开沙沙酱 真的对它的味道是最对味的 风顺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相互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潮客文化 风顺也是中国温泉之城之一 这里有着丰富的温泉资源 风顺县城的中心区域 其实也就是风顺县汤坑镇的所在地 古代把温泉叫做汤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 温泉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 在风顺众多的温泉中 最出名的是县城的汤坑温泉 而风顺的一般酒店都是温泉酒店 如果觉得还不够接地气 可以到县城的公共浴池泡温泉 那说起汤坑镇它的温泉的历史呢 原来可以追溯到在清朝的年间 在中心城区有一个叫做 汤坑温泉的这个地方 是属于在这个广东省境内的 最大规模的一个公共的浴池 所以呢 在这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当地人 无论是早上还有中午还有晚上 都会过来泡一下温泉 顺便呢就是去疗养一下这样子的 听说呢这边的温泉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疗效 可以去呢非常多的类似于风湿病啊 或者是一些老年的慢性病这样子 那我现在身后身处呢 就是叫做南汤湖 那顾名思义呢就是 男性的朋友呢就是在这边去泡汤的 南汤湖目前呢是有15个汤匙 女汤湖那边呢是有5个汤匙的 从温度高到低 不同的这个汤匙 有15个左右 那最高的温度呢 我看介绍是达到了85摄氏度 那如果呢你能够承受这个85度的话 就可以泡最靠近那个温泉口的汤匙 汤坑镇的很多街道 还保留了以前的古民居 漫步在菜市场和敏街等地方 也颇有一种时空穿越的味道 喜欢旅行和慢生活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我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有新影片就会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也欢迎追踪我的印子 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日常的小锁碎 我还今天好像回到了小池和我来到一个非常古早味的一个冰石 儿时回忆的这种雪糕 它这个叫做三星雪糕 然后呢是三种味道拼成的一个组合 平常我们在广州或者是广深 看到的是一颗颗的原始的绿豆 它这个呢是去了壳的一个绿豆 牛奶味道 菠萝味 它有棉花的感觉 口感不错啊 然后另外呢朋友点的这个叫做新三星雪糕 它是把三种不同质地的雪糕拼在一块 有传统的雪糕 然后呢有这个叫做雪花的雪糕 它这样戳下去呢 有点类似于台湾的炮冰 然后就是里面是一种冰渣的一个感觉 嗯 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好再是加这个叫做棉花雪糕 它可能就是介乎于牛奶雪糕跟这个棉花雪糕的中间的那个质地 就含水量的不同应该是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有点像类似于雪糕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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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次演这个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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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吃的这个呢是在客家这边还挺著名的一个小吃叫做薯板 那这个薯板呢它其实是把某一种薯类磨成粉 然后开成这样糊 然后浆的一个状态拿去煎 类似于有点像广式的那种火葱火葱 就是那种薄饼 然后它加了一点香葱在里面 所以非常的香口 这个非常对我的口味啊 最爱吃这种东西 嗯 它就是很像那种薄饼跟那个葱油饼的一个鸡盒饼 但是它会更软和一点 Q弹的口感 现在呢我就在我梅州的这个朋友的家里面 然后来去试一下他们特意为我准备的几个豆干 这个叫做鸵油豆干 它这个汁特别好吃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薯粉豆干 混杂了一些薯粉在里面的 这种薯粉豆干是比较好吃的 吸收很多那个汤汁 就是那个蘸汁 所以呢非常的入味 就要趁热吃 再来试一下另外一个当地的非常有名的小吃 叫做猪脚圈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叫做猪脚圈 因为它跟猪完全没有关系 它食材里面没有猪 然后它的形状也是跟猪脚没有关系的 蘸汁 这个是不辣的 这个是辣的 嗯 说我喜欢吃的味道 它里面是有一些芋头做的玉丝在里面 是有一些花生加上了一些炸姜 混合在里面做成这样一个圆形的猪脚圈 它有点类似在广州可以吃到的那个芋头糕 就一条条煎到芋丝没有芋头糕 然后加了一点的五香粉在里面 我相信如果是刚刚出雾的话 这个会更好吃一点 整个的丰顺县城呢 其实都会被一条叫做熔江北河的河流的环绕着 所以呢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江边 比如说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好多就是本地的居民 会在晚饭之后休闲娱乐或者是散散步跑跑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在沿着这个江边呢也有很多特别是晚上的那种集市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然后沿着这个江边有很多的商铺啊 还有一些娱乐的场所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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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好 现在我们呢就是找了一家这个茶当坐下来 点了一个冰奶茶 嗯 口感还不错 关键呢也是特别想体验一下 就是当地人的悠闲的夜生活 现成的当地人呢也会在晚饭之后呢 就出来跟别人去打下牌啊 三五之急 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下天 因为他们工作的确没有在大城市这么卷 这么996这么007这样子 所以呢他们都有很多的 就是平常的娱乐生活的时间 然后呢喝完东西 他们一般也会到他们吃宵夜的地方 去吃一下夜面啊 或者是大排档吃些小炒这样子的 还蛮鲜无的 哇 还有个蚌蚪哦 哦 哎 怎么这么聪明啊 他可以不怕 就是他经常溜出来啊 哦 完全很大 小猫的毛现在很舒服啊 这个呢就是经常在客家那边会看到的 这个呢是这里的特色 就是腌方便面加大量的葱花 然后还有一些猪油 然后还有一些肉碎这样子 非常的香口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用现成了一个方便面 但是既然意想不到 就是方便面做的最高境界的一个 其中之一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腌方便面 除了腌方便面之外呢 当地人一个搭配的吃饭 就是要点上一碗的猪杂枸杞汤 那这个呢在深圳其实也很常见 就是那个三级地跟五级地之类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他这里的猪杂要比深圳的要新鲜很多 它是孤雅鱼在顺德跟潘鱼吃到那种 凌晨两三点在那个屠宰场拿出来的 新鲜滚热辣的那种猪杂 而且它的猪杂是自带很清甜的感觉 加上枸杞感觉是非常的养胜 现在呢咱们是深夜进山 可以去看一下他平常接那个山泉水的地方 然后呢当地人都是在白天会排队在那边去接山泉水 拿来煮菜啊煮饭啊泡茶等等 这里呢就是他们当地的朋友呢 取山泉水的地方 就以前就要上山上面是吧 不是 以前这里有个洞流出来 流出来的 还有 还不要掌握 不要掌握来 这里也是一个出水口 好清澈 就这里也可以接啊 要用勺子 耳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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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